但今天楼庭输给快船之后,也让火箭稳住了西部第三个例子,快船真的是厉害啊,别看他们前队没有一日巨星,球队还经历过大动荡,之前和76人完成了一笔大交易,但快船所展现出来的实力,还真不比楼庭差。 有些球鱼眼中,只有火箭、雷霆、开脱者和绝静勇士,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西部,仍然有一只黑马,他们就是快船。 全场比赛,快船都拉着雷霆打,尽管雷霆数次将分叉碰进到只差几分,但快船每一次都能有慌张,而是永远掌控局势,特别是绿威简直不可抵挡。 在那些分叉被拉进到三分时,雷霆元旭拿下就将完成收割,这个火箭,就将真的是吃饭睡觉打楼庭。 当年火箭首龙淘汰楼庭的时候,雷霆就是大工程,而今天雷霆依旧强势,等坎次十分七百五柱,从来没二十四周十分,其中三更六周四,表现得完全不比雷霆比尔克差, 雷霆今天得到三十二分八百七柱,乔治十六头,仅五中拿到十五分六百, 外快船的防守限制得够像,而且别看上赛季火箭和快船差点打架, 但今年他们的关系,已经变得非常联系了。 在最后克里斯保罗,还公开祝福利温迎向楼庭, 他在推特上表示,阿特利温是我最喜欢看起打球的球员之一,尊敬。 随后利温也回复了保罗写道,兄弟,谢谢你。 机会同时,今天也是利温第二十八色剧组砍下三十交, 这段历史得想定位,现在快船排行西部地区, 火箭若能超过绝巾,东点地埃, 他们进后赛还真不想碰到快船, 这两个人员也太神了,生死局太伤和气, 哈罗尔加利温加倍福利,可都是火箭西医奥队的战将, 而火箭现在又得到了太子爷小李福斯, 更是亲善家亲,双方几乎就是理善往来。 火箭帮助快船完成重建了, 让他们在保罗相遇中转得滚满盆满, 以快船现在的战据, 他们很招聚心的喜欢, 相比活人人生很差, 快船则拥有更好的未来。 罗斯特老人子,将快船打理得仅仅一条, 球队还有不少的年轻人, 同时还具备大量的小小拳, 而巨星需要什么环境? 一个良好管理层, 加上球队及战力要充足, 快船具备所有的条件, 巨星能来接近了巨贺赛, 来历之后就能冲击总冠军了, 快船的心筋空间也相当不错, 老板棒耳末, 富士巨商就缺钱, 天时地利与人和接待, 能量尤纳德真的很希望加盟快船, 而且快船还会给巨星配备带带帮复位, 火箭就将被福利, 是全联盟巨星最喜欢搭档的角色球员, 场上把球拼命, 还能打无凭, 三条内活一把招, 同时, 被福利还给快船注入了铁血精神, 今天被乔治的防守真棒, 在赛后被福利还谈谈了火箭和西斯顿, 被福利说到, 我, 利与和哈雷尔, 都是从西斯顿出来的, 但我认为, 我们要比在火箭时更强, 我们并不是营地踏步, 我们都在这座城市里得到了成长, 我认为哈雷尔应该得四块进步球员相比去年, 相比在火箭, 他进步了很多, 他和利与一起创造了历史, 但没有得到最够的认可, 在之前被福利还把去送货胡云, 略生机最好的球队是跨船, 并被胡云抛弃他不满, 而火箭给了他一根剑面斑草, 在每次哈雷尔上赛地成为MVP的时候, 邓福利还公开了挺直人哈雷, 早就应该拿MVP了,